有很多人在一次的經歷之後 他立即對神的看法改觀了 原來神這麼討厭、這麼近 這麼關心我 立即來祝福我、幫助我的困難 對於神更有回應 正如1998年的時候 我經歷四年充滿的時候 當安卡羅為我祈禱 我經歷神很大 但我立即很珍惜 我不會說就這樣算了 我就會用很多時間祈禱 以至每一次我祈禱 我都可以感受到神的愛、神的能力 而有一次當我經歷 起來的一個聚會裡面 我又很珍惜 因為我起初已經見到 不同的人經歷起來 我很想保持 那我就 立即在聚會不斷地討告 又一路保持 就是學到怎樣 那時候已經學到 怎樣用心靈愛護神 然後就跟著 我在途中回家 一路都一路祈禱 一路保持祈禱 但是在車裡面 巴士那裡 我們不能夠在那裡大笑 那我做什麼呢 就是這樣 一路笑 但是我不出聲 回到家 我又繼續保持 到日後 我又繼續保持 到今天 我隨時對祈禱 一想到耶穌 實在是很愛我 那些喜樂 現在又湧流 這個是對我今天 是很大的幫助 也都為人討告的仇 有很多人 很憂傷也好 或者有很多困難 一祈禱 有些即時就經歷起落 我們中間也有人 這位弟兄 因為我不特意不說名 因為是上網的 這個弟兄也經歷起落 我們中間也有 其他人有經歷起落 即是神 這麼真能夠在我身上 也都包括他 即是神這麼真 來到我們身上 我們就會回應 其中一件事 第一就是跟神關係好 第二就是 我們的侍奉可以很有效 因為很多人沒有憂傷 很多人沒有煩惱 很多情緒問題 身體問題 我們為祈禱的時候 可以得到醫治 所以我希望大家 學 學無神 第一學無神 不要學無恩高先 學無神 喜歡神 因為神是給恩高的那個 神是祝福我們那個 神是救我們那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即是心不要放出 我有能力 放出去 我要給神去使用 我歡喜神 我感謝神 我喜歡神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對正 即是 我們的渴慕是對正的位置 當我們有聖靈的存在 我們就不只是 即是說 我有能力去幫人 永遠都是 讓神的名德榮耀 經常都想到 我做什麼都是榮耀神 並且是帶人去愛主 帶人更加跟從主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可以一步步被使用 我的目的 這個事務操練課程的目的 是希望我們每一個 首先 和神關係好 處理生命 這個很重要 我們今天上午的訊息 就是講到 先對主委身 處理生命 然後跟著就委身 侍奉 委身教會 我們的生命可以給神使用了 我希望大家都放好這些次序 你一步一步被醫治 被釋放 有些人說很想得釋放醫治 但總是不行 因為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人沒有把主放在手上 沒有委身給神 如果委身給神 反而我們更加容易得釋放 經常注目自己 還有些不開心 還有些不開心 但是幫人的時候 幫得多 自己的心都會越來越鬆 當然首先是從神那裡得到幫助 我們這次就講到 被聖靈充滿 然後去帶來醫治 帶來醫治不是我們的作為 在我經歷聖靈之後 沒多久 有一個教導請我去講道 我就跟他說 我最近有這個經歷 那個全道人都接受的 我可不可以為你們的教育 按手祈禱 誰願意的可以進入房間 那時候 我不知道會有什麼經歷 但是之前在教會 已經有很多經歷 有些什麼經歷呢 有些人就 哭了很久 跟他祈禱 從來沒試過 為什麼會哭這麼久 他就說很久的憂傷走出來 有些人很悔改 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在教會裡面 很多人都很震撼 很大的改變 在有一次的營會 我們就安排了一個人 可以找一個人和他祈禱 找兩個人和他祈禱 他為人祈禱 別人都可以找他 我自己有四個人 兩個是我為他祈禱 有兩個找我 在這個過程中 我發覺他們都經歷神很大的工作 那我就很震撼 原來神的工作是不真的 其實當我經歷聖靈 我就 立即神安排了一個姊妹 在外教會 她就跟我說 她說我需要釋放 那我就跟她做釋放 然後我發覺 原來聖靈的能力 已經臨到我們的身上 當我們學武神 已經可以臨到你的身上 我就開始為教友祈禱 為教友祈禱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的改變 也有很多醫治 我講回那次教會講到 我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也都之前未曾有一個醫治 未曾有過身體醫治 但在那次的祈禱 就有一個婆婆跳起來 她說腰骨痛就好了 她就扭來扭去 然後第二個婆婆又跳起來 我的肩膀痛就好了 又有第三個就是邪靈彰顯 在那次的 那時候很多魅士都叫她們過起床 叫她們坐在那裡 就逐個逐個按手 就是魅士都叫她們投入 但是聖靈都做工 我希望大家看到 原來神的同在 可以帶來這麼多的工作 但是神的同在 必定是我們跟神關係好的 不是追求能力 是追求跟神的關係 追求聖經 有聖經的基礎 那你才能夠穩固 我發現很多基督徒 對於看聖經也沒有耐性 但是沒有耐性看聖經的時候 當她面對很多困難被人傷害 很多困難的時候 她不懂得怎樣去用聖經回應 她自己有個煩惱 不懂得用聖經回應 那當我們多看聖經 在我心裡已經有很多經文 好像一個concordance 就是聖經類編在我腦裡 所以你有時你問我的聖經問題 我馬上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我腦裡已經有很多經文 好像都排列了 你想問我什麼題目 我先想一想 我便會回答你 我很多講道 我都會在心裡 什麼經文講到這件事 神就會讓我想起 也神給我一些亮光 去解釋聖經 我希望大家都學無神的話語 我們今次看這個資料 如果你不夠的 你可以兩個人看一章 首先 神的強力和弱帶來什麼幫助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 容易經歷聖靈和得力 有幫人經歷聖靈 第二 自己重淡易得醫治釋放 第三 為人祈禱也會帶來醫治釋放 四 為人討厚會常見到神跡 第五 自己生命被提升 神強烈的同在 聖經有很多經文講到神強烈的同在 摩西上西亞山下山的時候 是怎樣的 臉是放光的 還有他四十週夜 不用做什麼 不用吃 不用喝 為什麼四十天都不用喝 我們看到薩摩爾那些先知門徒 當蘇羅去到馬上改變 我們看到大衛 就是他有神的同在 去打仗聖靈 神會教他怎樣做 有一次很特別 他說 你聽到樹莎有聲音 你就跟著他打 這就是 神會在樹莎上高去 向前去 你跟著他就可以了 神會給他一些特別的方法 神的同在 他亦都可以經歷到耶穌的釘上之間 這就是大衛的特別 初期教會 整個教會 和彼得 保羅 都很有聖靈的能力 所以我們看到 神是有強烈的動作 有些人祈禱 神有很多問題 求你幫我 這種祈禱 有些人說 為何果效不明顯 因為他的心背著重鬥 亦都不是神強烈的動作 因為他根本有煩惱 所以他很難被神 大大地充滿 亦都很難被醫治 不是神不想 而是他的心毅住 很難得醫治 他需要學習 親人神放手 不要執著這個世界 但很多人就是執著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想經歷神的同在 一定要放下這個世界的東西 和學習 和神有密切關係 神強烈的動作 有什麼益處呢 第一就是 容易經歷聖靈和得力 亦都幫人經歷聖靈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祈禱得的這個觀念 不是過基督徒也有的 我想大家都可能認識基督徒 他很煩 他做什麼呢 看電影 去玩 吃東西買東西 很多基督徒是這樣的 他沒有這個觀念 我現在很不開心 我要祈禱 很多人說 我已經夠悶了 祈禱更加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 曾經有沒有試過這個觀念 或者聽過有些人這個觀念 就是覺得 祈禱是悶的 看聖經是悶的 所以 悶當然是不去看聖經 悶則是去看電影 他的觀念就是這樣 但我希望大家知道 祈禱得力 但這件事不是每個人都有 為什麼呢 我們學到心靈祈禱 放下重淡 深信神的愛 我們才容易得力 但其實每個基督徒都有得力 是在乎你有多想 我記得我初信的時候 很明顯的 我一祈禱 立刻覺得平安開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種經歷 不是說好像現在那麼強 但也挺開心的 挺平安的 這種平安喜樂已經是神的同在 我希望大家留意到你親近神的平安喜樂 就盡量保持在這個狀態 這樣你就能夠越來越充滿了 你就隨時得力 這是很重要的 學到在祈禱得力 所以有些人說有問題 跟我談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說 祈禱可以得到力量 他說怎樣祈禱得力 他說 我們為你祈禱 還有我們都會教導 一會我們都會講到怎樣得力 接著 又幫人經歷聖靈 經歷神的平安 興灑 喜樂 愛 醫治 還有自己的重担容易得釋放醫治 有煩惱的重担 可以得到釋放醫治 為人祈禱也會帶來醫治釋放 也有時都不是跟祈禱 例如我第一次說祈禱 我都沒有跟祈禱 我只是為祈禱 我只是為祈禱 他的祈禱就彰顯 我也有試過不同的情況 有帶來醫治和釋放 接著第四 就會常見到神跡 神跡的目的是什麼呢 在馬可福音第十六章二十節那裡說到 用神跡除著正實所存的道 神跡的目的是正實神的話語 神跡不是目的 神跡是方法之一 神用這個方法正實所存的道 我們其實不是目的 我有時參加聚會有點失望 因為他將神跡放為目的 我認為多人醫治要立即說 你看到神可以這樣醫治 那你就多愛慕神 你自己可以經歷神 你為人祈禱可以經歷神 你就可以存福音 你可以生命給神 但我很少聽到這樣說 多數醫治 有幾個人醫治上來 我們分享 全部醫治 拜拜祝福你們 那就完結了 甚至有一次 在我經歷聖靈之後 一年 同樣的聚會 那個主辦單位 在聚會之後 他就請了些人上台分享 有醫治的分享 我自己就想上去分享 我問我 你想分享什麼 是負責人問我 你想分享什麼 我想分享我去年 被這個報道家按手祈禱之後 我這一年的生命的改變 我問神如何使用我 他說 現在不是講這些分享 現在是醫治分享 他們只是注目在醫治 其實有一個人這樣改變 整個生命被提升 其實是非常好的 但他們不著重這件事 這也是我覺得失望的地方 因為他們覺得醫治是最重要 醫治對於很多人很重要 不過最重要是天國不是醫治 最重要是醫治之後 他們的生命改變 然後為人祈禱常見神職 這也是我常見 而我發覺 是去宣教的地方更多 因為那些人比較開放 香港人比較 覺得斯文一點 不好意思 所以比較難一點 不過一樣 在香港也有很多的神職 還有第五 自己的生命被提升 一直被提升 到一個高的層次 而我們上秘四年中 很重要 就是深信神 很愛和喜歡我們 就是不要覺得神很遠 以及覺得聖旗中 是很難的 而是覺得 祂很喜歡我們 很想使用我們 祈禱祂就寬理得不得了 我愛祂就寬理得不得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信心 祈禱有信心 所以我祈禱的時候 我會說 神啊你快點來 然後我說 神啊我知道你已經來了 你很歡喜我祈禱 你很歡喜我親近你 有些人說 你怎麼這麼驕傲 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神 神是親近我們 不是我 是我捉住神的英革 神說了做的一定做的 我就是相信神做的 而我們越投入 神一定會聽的 好了 但聖年中 我們是要付出代價 有什麼代價呢? 第一 悔改離罪 有些人跟我說 我悔改了 悔改了是好的 不過都要離開罪 悔改了 罵人是罪 不然繼續罵人 悔改了講閒話是罪 又繼續講閒話 悔改了不搖書人 又繼續搖書 這樣的時候 不是真的悔改 悔改離罪 因為神是聖結 我們一有什麼罪的意見 一會留意到 立刻處理 立刻悔改 求祈禱 第二就是遵從聖經 有些人有聖年中 會不喜歡聖經 其實我覺得聖經 給我這個把握和信心 神會做這麼大的事 所以我是歡喜聖經的 你聽我很多時候 我口頭一說 就會說聖經裡面 應許 神的話語的應許 因為我真的 心裡經常記實這些經文 給我力量 就是信靠神 就是我相信神很愛我 想充滿我 不是我夠好 是神很好的 第四就是學 用整個靈魂敬拜討告 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魂是包括什麼 一起讀 思想 意志 感情 然後就是靈 靈 靈和魂 魂就是思想 意志 感情 可以說是最難學的 這就是我再解釋 我希望大家留心 你看著我 我們整個靈魂去親近神 不只是很投入的愛神 我們一定要處理整個生命 就是思想先 比如那人的思想 有些人敬拜很投入 但是思想覺得自己很慘 沒有人愛他 又沒有對象 又失敗 他的思想是沒有負面的 很負面的思想 是很難被聖靈充 因為他的心很低滿 我們要深信 我有問題 不要緊 神一定幫到 這一點很重要 一起跟我講 我有問題不要緊 神一定幫到 這一點很重要 其實我深信 雖然我有問題 神會幫到 這個思想就是轉變 有很多人說 我有問題 神都不幫我 這個思想就是埋怨神 我剛剛看一個影片 因為我很多時候 做東西吃 洗碗 我都會看一些見證 那個見證是什麼呢 有一個人 很特別 他從一個手術離世 死了 他靈魂出來了 他看著自己 躺在那裡 他想告訴醫生護士 但每個人都聽不到他說話 然後他看到自己發光 然後他轉身看到耶穌 耶穌說 我經常看到你 都是看到你是這樣的 是有榮光的 在神的眼中 我們經常都是這麼美麗 他覺得很好 但後來看一看的時候 他就看到有些黑色的 人走上來 遮住那些光 耶穌就給他看了 心裡面有很多 那些人的怨氣 落了他的身上 他有很多的怨氣 那些怨氣 就攔阻了神的魅耀 這一點其實我們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處理我們的思想 將他們的怨氣 人說的不好的事 全部要清洗 那些人怎麼清洗呢 是不是不想他呢 不想他 都是方法之一 不過最重要是徹底 徹底清洗是什麼 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是這樣想的 他說我不好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 他不依靠神 他說耶穌沒有用 這是他的看法 這是錯的 我不要放在心上 總之煩了垃圾 不要受 而永遠都是 把思想改變 跟從聖經的方式 他的思想意志 我的意志 是全心跟從神 永遠跟從神 我自己的意志就是 神啊 你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我就跟著你的路 其中有一個人上天堂 神就叫他回來 要為他發光 但耶穌說很簡單 你做什麼 那他人說我做什麼 他說你會收到感動 你跟著做就行了 耶穌說很簡單 你收到感動 你照做就行了 其實耶穌告訴我 每個都一樣 有些人覺得很難 只要你收到感動 你要怎樣處理罪 你就照做 你怎樣幫人 你就怎樣幫人 你怎樣討告 你就怎樣討告 你跟著去做 跟著聖經的感動 你就會一步步提升 我想問大家 難不難 跟著聖經的感動 難不難 不難 但有些人說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他硬頸 放下硬頸 難不難 你可以難 又可以不難 為什麼呢 當你知道自己硬頸 明明不對 你就放下 放下 神就歡喜 是否很難 這樣難 這樣難還是 坐地難呢 坐地難很多 譬如說 我們還是埋怨 可不可以放下埋怨呢 可不可以放下埋怨呢 你現在的埋怨 可不可以放下了嗎 可以的 不過有些人說 長期就很難 長期就繼續這樣放下 總之有些人想埋怨 會立即說神幫我 我不用懷疑 或者有些人對我不好 這一陣子放下 可不可以 那些對你不好的說話 可不可以放下 這一陣子放下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下一分鐘可不可以 不要想它 不要緊 是它的問題 我放下 可不可以 其實不是那麼難 難是難做的 我們硬頸 所以這個意志就是什麼呢 硬頸的意志要變為柔軟的意志 這樣你的心運就被神用了 即是你想被聖年充滿劑呢 有個問題想問 有些人對我們說了一些不好的說話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是那個人的問題 但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神為何容養這些事發生 如果神容養有個方法是怎樣 為什麼呢 每一次有一個人說不好的事 馬上就擊殺他 或者立即懲罰他 立即令他口啞無言 這樣的時候 這個世界的人 全部都說不到話 為什麼呢 因為 全部那些不好的事 全部都不能說 或者立即擊殺 即是神要追討任何人的罪 任何人立即死 如果神要追討人的罪 都追討我們的罪 我們也要死 所以 神不在這個時候審判 神扔到管人 在這個時候 神做的工作 只是透過耶穌的救恩 去改變人的生命 去拯救人 改變人的生命 神現在的工作 不是立即施行審判 所以這個世界 仍然有很多惡人 但是追討罪 擊殺不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在神 他一觀看人的罪 大家記得 在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怎樣 幾萬人馬上死 馬上死 馬上不行 因為神有追討的時候 是沒有人站得住的 因為神的追討 他是一觀看這個人 阿蘭尼亞和薩菲拉 即死的 那些埋怨摩西 那些人馬上地開了個洞 掉下去 神如果觀看這個人的罪 是不行的 因為神的慈愛是完美的 神的慈愛和公義都是完美的 當他一觀看人的罪 如果他立即要受審判 就很嚴重 若蘭都是在乳圖裏面三天 都沒有立即被擊殺 是的 神這個就是教導管教 他的兒女不同 他管教 但是他 即是說 我們要知道世人的罪 基督徒的罪 神都會 當然好像大衛犯了罪 神是 他家庭裏面 都劍不離他家 神會即時擊殺他 但是 這個是因為神在管教他 如果神要難阻 惡人去罵人 你想一下怎樣的方法 因為他的心裏面 都是盡惡 他都是被魔鬼混行 你想一下 神是一個神日罵人的人 他怎樣可以停止罵人 要是耶穌救他 要是神令到他 一罵人的口就啞了 但是神不會這樣做 神都是給人 在這個世上有自由的 繼續下去 就是我們的意志 被神改變 先容易被聖靈充滿 在我來說 神叫我做什麼 我做什麼 我真的把神放在手 為一切 所有我都覺得不重要 錢 享受 食物 什麼環境 我覺得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走神的路 還有感情 一想到神就歡喜 這個需要現立 我希望大家都建立 和神的感情 一想到神就歡喜 大家會不會 一想到神就喜歡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當我又不開心 我立即想到神 我就會歡喜 神是經常恩待我們的 神經常感動我們 我們不聽話 也一直感動我們 沒有放棄我們 神又給我們 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這麼多好美的東西 給我們享受 這麼多東西 令我身體 又可以享受音樂 又可以享受 看到這麼美的顏色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顏色 而有些人去到天堂 他說那些顏色更美 是裡面發光出來的 我都很想去經歷一下 又經歷一下天堂的美好 有一個人 因為有些見證 對我來說 是很有鼓勵性的 有一個成年人 我是大人 他說他小時候 他上了天堂 那麼 他就去到生命河 他說 在生命河 那些水是入過人的 神那種喜樂平安 在那些水裡入過 好了 他在那些水裡玩 然後耶穌做了一件事 他出來 耶穌找些水潑他 他就找些水潑回耶穌 他說這個見證 很多人問他 你怎麼敢 你夠膽潑耶穌 他就說 是他先 但是他說 自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喜歡耶穌 之前就好像耶穌是神 但是現在耶穌是我朋友 可以玩的 那這個小朋友 一直到今天 他都常常記得 耶穌是他的朋友 我聽完 我又覺得 神是很好的 很有趣 我自己初信 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 因為我 當我信這個東西 我真的會研究 他是不是真 我研究神 是否真 聖經是否真的神 我真的研究 然後我發覺真的 我真的信得很透徹 也都是 我是真的 一祈禱 立即有平安起落 我是覺得很真 然後呢 我小時候 我爸爸 已經跟他做個小沙巴 叫做連打拳 然後我搭電梯 沒有人的時候 我自己在打 我就在想 不知道耶穌看到會不會笑 我想到耶穌是很真 我還記得 那時候我準備受洗 上了課 牧師問我 為何你想受洗 我相信耶穌就是在這裏 牧師說 你等下一次 我真的很奇怪 他又沒有問我 那你信不信耶穌神 我當然相信 不過我相信耶穌信到真 我相信祂就是在這裏 但是牧師也不覺得這件事很特別 他覺得 你信不夠穩定 你不懂得答 我們標準答案 就是耶穌赦免的罪 你問我當然會說 但我真的信耶穌就是在這裏 有些人信耶穌赦免的罪 但他未必信耶穌就在這裏 那就是說 我和耶穌是一種感情 總之我經常都想到耶穌在這裏 希望大家都培養這種感情 和靈 整個心靈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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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亞 整個靈發出 人就容易被神聚 這是需要時間的 而我現在的任何時間 希望這個鼓勵大家 任何時間 我一想到耶穌從心底發出 哈利路亞 那就是耶穌 我的喜樂就湧流 我不用叫哈利路亞 我一想 耶穌在這裏面想 在心靈裏面想 我即時的喜樂就湧流 然後我再投入 是感覺整個人好像被包圍 亦都會感到神的愛來到我身上 再一路 我的心就會很感動 我希望大家都學習 整個思想完全跟神 整個意志跟神 整個感情完全放在神身上 這樣的時候 我們隨時可以被聖靈充滿 還有我們的靈 整個靈魂 凡在我裏面都稱呼聖命 第五 要被聖靈充滿 一定是遵守神的大戒命 和大使命 就是愛神、愛人 和全天空 和建立靈命 因為聖靈充滿 不是要來玩的 聖靈充滿 是要來使用 在我們的生命 並且使用去祝福人 我希望大家 你也有這個心 去傳揚風音 去見立人的靈命 第六 就是接受聖靈充滿的人按手 和參加聖靈充滿的討告會 或者敬拜的時候投入 這也是會幫助聖靈充滿的 第七 就是處理生命各樣的問題 就是所有的垃圾 所有的不開心 經常想著什麼時候可以結婚 什麼時候有拍拖 什麼時候升職 經常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反而得不到 你越愛神 你就在不知不覺之間 神可以為你忽然預備 但是當你經常想著這些事情 反而你得不到 希望大家知道聖靈充滿 不是個朋友 有些人就誤解 就以為 說他在聚會很厲害 笑得很厲害 就是聖靈充滿 我會說 這是聖靈祝我 只是當時的祝我 並不是充滿 充滿是長時間 一路跟神有密切關係 主理生命 跟神有密切關係 我自己就會這樣 這是我的定義 就是說 他隨時期都可以經歷到 神的強烈的臨座 第一 第二 他為人祈禱 人可以經歷強烈的臨座 這是我自己的定義 就是他本人會經歷到 為何他為人祈禱 人都可以經歷 甚至說話 都會人都可以經歷 我試過有些人 他很敏感性靈 我一說話 他就覺得有能力 去到他身上 因為他敏感性靈 他會留意到 希望大家都會 都會 真的對神是開放的 跟著第四 醫治 即是我們今次講到醫治 我們有四年宗會 要帶來醫治 醫治是來自 一起讀 醫治來自耶穌 和耶穌的代死和鞭傷 我們可以深信神的醫治 親近神的代死和鞭傷 我錯了 親近神能夠帶來醫治 首先 醫治是來自耶穌的代死和鞭傷 深信神有能力醫治 以及親近神可以帶來醫治 有些人會說 牧師 我有這個病 要如何祈禱神之治 有些人會以為 你要講那些magic words 要講怎樣的說法 講完便會在以前 問題不是在你講什麼 magic words 而是你講 你的心靈如何愛慕神 和神的關係好 神的同在可以帶來醫治 我們一起讀一下 二祭書5月3章5節 懶知他為我們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而押傷 恩他受的刑罰 恩他受的兴罰 恩他受的兴罪 恩他受的兴罪 恩得醫治 這個經文很特別 他講出耶穌幾樣的工作 首先為我們的什麼 大家看看經文 看著經文 過犯 就是為我們的罪 為我們的罪 為我們的罪 要押傷 然後第二件事 是他做什麼 帶來什麼 帶來什麼 後果 你看看經文 帶來什麼 帶來什麼 帶來平安 這個平安 可以說是心靈的平安 也是整個人 因為shalom 這個詞 在希伯林文 不只是說平安 而是說整個人的整存 就是整個生命的整存 因耶穌受的刑罰 我們整個人的生命 亦都整存 而第三個部分 是什麼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是說到什麼 是什麼 大聲說 是身體的醫治 即是有罪的赦免 有整個生命 以及有身體的醫治 就是耶穌的代死 是可以帶來這個一面 我們當正主 他說我們代死 不只是救我們的靈魂 他也叫我們的心靈 得到醫治 所以有些人 曾經我聽過有人這樣說 他說神的計劃 是叫我受苦 讓我去依靠他 因為那個人有些情緒病 他說 為什麼你會操控神 要神要醫治 我說 這個不是操控神 神壞了他留在 他是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為什麼這個是操控 這個神答應了做 我們親近神可以帶來醫治 有些人對於醫治的錯誤的看法 身體醫治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的確有些人 他們四年充滿都沒有被醫治 我們不能夠告訴別人 一定有醫治 除非神告訴你 但同時我們相信神是可以醫治的 神選一下醫治的時候 是必定可以 到底這個人為什麼不得了醫治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是人的問題 有時候是神有他的原因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們心靈醫治 是每一個都可以有平安性 每一個都有平安 不是說 我來是要叫某些人 得封城的生命 人生是叫 個個都有封城的生命 人人都有平安喜樂 個個都有聖靈的果子 不是某些人有聖靈的果子 所以平安喜樂是 每個人都可以有的 有些人的錯誤觀念 他就以為 神叫我折磨 因為我就是 有精神病 有情緒病 所以我是折磨的 但我覺得 就算有精神病 有情緒病 他只靠神 他總可以改善 他總可以改善 我自己深信 他肯聽話 他就不會有精神病 他就算有了 都可以逐步的 回頭 就不是神特地給他 情緒病 讓他受苦 然後下一點 第五 就是耶穌應許信的人 都可以有神跡 和医治 馬虎方十六章十七節 一起讀 信的人 這個神跡 除了貪民 就是奉我迷管鬼 說身謊言 首能難成 若渴了什麼毒物 有必不受害 首能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這裏說了 信的人 這樣很多人信耶穌 都沒有神跡 信可以包括 不只信耶穌得永生 亦可以包括信靠神 相信神的神跡 有很多人可以有神跡 不過他不用 那為什麼不用呢 他見到有人病 他也不會祈禱 他也不會知道聖經的教導 聖經講到 神的同在可以有強烈的同在 進入神的強烈同在 可以帶來醫治 他就沒有看這經文 其實聖經有講到 比特走過去拍攝的人都得醫治 這是明顯神的強烈同在 寶羅在他身上 那些手筋和圍巾 可以放在人身上 不得醫治 即是說 神的強烈同在他身上 那這個是 聖經有的 但是很多人看這經文 我以前也是 我以前看 看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看不到 看了的時候 沒有留意 覺得這些是那時候 不會今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這件事 看那些經文 是以前的 不會今天發生的 所以當時我也沒有這樣相信 這句經文也是 我看過 看過很多次 看過很多次 看完沒有印象 但是這裡很清楚說 信的人一定有神跡除入去 就是奉耶穌的名 可以改軌 說新的謊言 《手能拿蛇和荷捏獸動物》 有什麼不受害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件事是 我來說 我覺得是這樣的 聖經有些說話 是很明顯 不是一定是 時時都用的 即是說 手能拿蛇 每天都拿條蛇 在家裡有條蛇 每天都捉牠 看看有什麼後果 即不是這樣用 這個可以應用在 受迫白的時候 即是說 聖經文 有些是 不一定叫我們 時時這樣做 只是一種 譬如看了什麼毒物 每天都要喝一杯 滴露 看看是否這樣 看看吃一下 安眠藥 看看死不死 這個不是我們去試做的 而是受迫白的時候去做 然後 接著 審問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就是我們可以真正按手 在病人身上 而得醫治 這件事 我真的發生過很多次 曾經有 比較嚴重的 一網癌症 乙癌痛了一個多月 他一直搭車來 因為他要搭長途火車 去到我們罪悟的地方 他去的途中 都一直痛 但居然在祈禱的時候 他又充滿喜樂 接著就不痛 接著回去檢查 是沒有了病的 神的醫治 我們有時都很驚訝 曾經在網上也有 其中有一個 就是 背部有釘 很痛 因為他釘是醫生做的 釘 總是很痛 經常要他丈夫 約於他的位置 但在祈禱 他立即很痛 他的痛是減少 時候也減輕了很多 也有人肩膀痛了很久 在網上也有 這個見證也有 他痛了很久 一祈禱立即康復 也有一個人 他腳痛 他買了幾千元 不同的鞋 不同的方法 但都不得醫治 但他來到我的會所 為他祈禱 他立即覺得舒服 後來呢 那時候我來到聚會地方 十四樓 他走上十四樓 有一次沒有電 他走上十四樓 他沒事 他發覺他的腳痛沒有了 他也是其中一個見證 我經歷過很多醫治的其中一些 其實大家都可以有 接著怎樣幫人經歷醫治呢 我們一起讀 第一 幫助人建立與實力關係 第二 藉著輔導幫助人處理生命 第三 幫助人深信神的大愛 和學習從靈魂深處 深深愛主 第四 自己用心靈深深愛主 神的同在就會加強 第五 如果自己已經處理生命 靈魂是潔淨的 可以為對方按手禱告 在按手禱告時 留意自己和對方的經歷 第六 相信對方有在心靈和身體經歷 平安 輕省 感動或愛 安慰或身體舒服 又有 就告訴對方 這是聖靈的工作 他就越投入討告 就會越來越經歷聖靈的工作 又會帶來身體醫治 第七 附導對方 每天多討告 來愛護神 或處理生命 就會加來更大醫治 這裏我講出一些方法 第一 就是幫助他和神的關係 我提到我第一 就是幫助他和神關係 他有沒有罪 有沒有未處理的事 和神的關係 他想到神是怎樣 他懂得如何討告 如何和神得利 第二 就是輔導幫他處理生命 他是不是在怒氣之中 是在煩惱之中 是否在負面之中 處理 第三 幫助人深信神的愛 學習從靈魂深處 深深愛主 這是靈的討告 深信神的愛 就是整個靈魂的愛主 第四 首先 自己心靈深深的愛主 然後神的同就就會加強 第三 就是幫助他 雖然他第一次未必會很深深愛主 但是幫助他嘗試 然後我們自己就深深愛主 神的同就會加強 大家可以在家裡自己多做 多愛神 你就留意在你愛神的時候 神有沒有發覺不同 有些發覺越來越感受到神的同在 神的平安、興省、喜樂 愛在你身上越加強 就是神的同在加強在你身上 你就知道 你為人祈禱都會感覺到 譬如我很多時候為人祈禱 我試過有些人 我一走下去馬上覺得有能力 我知道這個人是多祈禱的 還有我一想祈禱 我發覺神的同在加強 就是這個人很開放 他很經歷到聖命 有些我一按手發覺的能力 是比平時我自己祈禱更加強 就是這個人是投入 我就會知道 也有時我試過有 一按手 有些邪惡力量衝上來 我知道這個人有邪靈的情況 我不是每次來 有些人就很知道 當時我在安卡羅聚會經歷聖靈 第二年我就是服侍隊 又是和他們輔導 和夫人 安卡羅唯一一個人祈禱 那人一跌低 是未有張騎 安卡羅立即叫 再想他扶起 一扶起 第二次祈禱就有邪靈 安卡羅是感覺到他裏面有邪靈 因為他做慣了 他一感覺到 如果你經驗多 你都會感覺到邪靈的同在 那你馬上知道要處理 要釋放 好了 我們學習 敏感到聖靈 第五就是 如果已經處理生命 靈為潔淨 所以請大家 如果你想侍奉 你一定要處理生命 你將那些見證給我 我們都為你祈禱去測試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可以釋放某些人 去為人祈禱 但是現在來說 你說我都很好 那你都不要按手 你想做 你告訴我 因為有時候 有些情況 真的會傳遞 我試過有一個 女傳道 他學到 看到按手祈禱 女傳道 他走去為一個人祈禱 他祈禱之後 他不是和我一起 他自己去探人 他祈禱 祈禱之後 他在街上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現在很慘 我坐在街邊 很憂傷 在哭著 很痛苦 他說我剛剛祈禱就是這樣 即是他的生命裡 有些破口 他離開的時候 他自己就很痛苦 所以我們保護自己 也保護對方 我們是需要處理生命 先好為人按手祈禱 好了 接著就是 在按手的時候 都留意對方 和自己的經歷 覺得神的同在加強 或者看到他搖得很厲害 而且我自己發覺 那些很厲害 離譜的搖動 很多時候是邪靈大靈 如果是平安的搖動 和人是平安的 就是聖靈大人 他很激的都是聖靈大靈 不過他裡面有邪靈 所以他的張縣 是會有很激的表現 即是震得很離譜 是會有失控的情況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個提讀 這個也是邪靈的張縣之一 好了 接著就詢問對方 有沒有心靈 身體有什麼經歷 平安 這些經文大家可以看看 耶穌說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興省勞苦擔重大 我得到安息 感動和愛 因為聖靈把神愛囂灌 在他的心裡 安慰 醫好一切傷心的人 或者是身體舒服 使我心歡喜 我靈快樂 肉身又安然居住 如果有的話 就告訴我 這個聖靈的工作 一神畫了 會將平安喜樂 賜給我們 越來越投入 就越經歷到神的浪在了 在這一陣子的祈禱 帶來意志 由第七陣子 就輔導對方 每天多討告和愛慕神 和處理生命 就會帶來更大的醫治 整個人都會更健康 每天都平安喜樂 神的同罪 就會令這個人更健康 我感謝神 其實我已經六十八個了 剛剛六十八 沒多久是七十個 我想你很少看到七十的人 都是這樣 都有的 不過不多 我感謝神 神就是賜給我 這個健康和能力 這個就是 清醒的意志 和清晰的聲音 我想很少看到 年紀大 阿伯的聲音 都不是這樣 說話不同的聲音 原來有神的同罪是不同的 第七 聖靈充滿人 都可以無醫治 我們憑信心去親近神的醫治 不要因為無得被醫治而氣餒 也不要說一定有醫治 除非聖靈說 即是不要有病 你一定會被醫治 除非神告訴你 因為的確有些是無得醫治 這個Randy Clark Randy Clark是誰呢 就是多倫多祝福的開始的牧師 開始請他來講幾堂 為何要講幾個月或幾年 Randy Clark是多倫多復興的其中一個牧師 曾經他講一篇道 我親耳聽的 他說的道是甚麼呢 他說有些人無得醫治 為甚麼呢 怎樣處理呢 他都說 有些人很想他得醫治 但他不得醫治 他說我也不知道解釋 不過總之他就無得醫治 他也有很神蹟的醫治 譬如Heidi Baker 就是他為他祈禱 由他整個人完全改變了 以後是給神大賴的使用 這個例子就是有保羅 初次傳呼 去加勒泰就是因為他有病 爾巴弗提幾乎要死 提摩泰因為類似患病 可以稍微然怎麼走 特羅非阿和爾巴弗提 我沒有寫到經驗出來 都是有病的 所以不是一定 聖靈充滿人一定沒有病 因為我們在世上 我們仍然有罪性情 所以保羅都說 我知道我裡面會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人 我知事走不出去又不得我 我們仍然有罪性 所以一樣會有罪性情 一樣會有病 但是在神裡面我們可以 愈來愈平安 愈來愈得醫治 但仍然會有罪性情 我想問大家 你想問有一天 你相信神真的可以醫治嗎 有幾個見過醫治的 這裡有幾個 見過祈禱可以醫治的 那就是神 見過 不一定是你做的 那就是你見過 OK 有幾個是你為人祈禱 祈禱可以醫治的 OK 這個是需要我們 我們處理生命 然後我們為人祈禱 我們現在為人祈禱也可以 不要按手就行了 不要按手 除非你告訴我 你想按手 我們會給你一段時間 我們會了解你的生命 我們求主給我們信心 因為當你能夠為人祈禱 可以使用你的 相不相信 神可以使用你的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祈禱 請問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愛我們 你想使用我們每個心 因為神即隨著他們 就是奉你的名 可以趕鬼 身外病人 病人做些好妙 祈禱我們信心 就知道神很愛我們 我們親近神 必然可以越來越 和你有物質關係 我們全心愛你 整個心靈誠實愛你 神一定喜悅的 多謝天父